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水瓶做性格开朗活泼 崇尚自由 喜欢惊险刺激的冒险 他们有着不同凡人的思想 对感情难以捉摸 时而温柔多情 对另一半绝对是呵护备质 时而闪烁不定 让别人觉得莫名其妙 更令人受伤的是 他们也许对对方很好 可是别人看不出来 水瓶性格极容易情绪化 特别难猜测他的内心世界 喜欢与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不太喜欢和陌生人靠得太近 特别没安全感的新作之一 水瓶做 一种独特的存在 总是能吸引到许多人的目光 有人爱他清冷的气质 有人爱他迷人的外表 更有人爱他那与众不同的思维能力 他总是在特立独行的道路上前行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令人为之倾倒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哪些星座最容易被水瓶座所吸引 他们或许会在第一眼相遇的瞬间 就被水瓶座的魅力所吸引 第一名 天蝎座 天蝎容易被水瓶吸引 天蝎虽然看上去很高冷的样子 其实他们的观察很敏锐 总是在默默地打量着身边的人 也喜欢猜测他们的心思 在遇到水瓶的时候 就会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 想知道水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不知不觉就想着接近他 两个人也会擦出别样的火花来 产生爱情也说不定 基本上天蝎会对水瓶一见钟情 想要继续深入地了解下去 第二名 天蝎座 天蝎容易被水瓶吸引 同属于风向星座的他们 彼此间总会有种特殊的联系 天蝎在见到水瓶的刹那 就会被他的气质所吸引 水瓶越是不声不响 天蝎越是想要靠近 故意招惹他 而且在相处中 他们也会觉得很投气 两个人也是十分般配的 不仅有共同的话题 也能互相理解互相鼓励 给对方很多支持 天蝎和水瓶很容易走到一起 第三名 双子座 双子也容易被水瓶吸引 双子好奇心中 越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越是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尤其在面对水瓶的时候 不仅会互相欣赏 也能够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 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知己 两个人能够聊到一起 玩到一起 在相处中不断加深彼此的感情 虽然别人可能不太理解水瓶的想法 但是双子却是很理解他的 双子总是能够被水瓶的才华所打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